他说他要求的是 当你德国的时候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就是左层右向 看到这里我就想说耶稣来更正 那也给我们一个提醒 我们想说孩子 我们常听到很多人说 我的孩子从小到教会 然后等到长大了之后上了大学 就不去教会了 然后甚至跟教会的人都没有接触了 完全不要神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这一个西比泰儿子的母亲 他来要求耶稣的事情上 我们看见他还是用世俗的观念 世俗的价值观 呈现在他孩子面前 呈现在耶稣的面前 可能在亲子关系上某一些他 他可能在孩子的面前有一个好的关系 以至于我想那时候 雅各跟约翰可能已经是应该是超过25岁30岁 25岁以上了吧 20岁30岁 可是他们还愿意跟妈妈这样子 从一方面是他里面有一个沟通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希望 希望我们的孩子实现我们的梦想 而不是实现神给他们的命定 是否我们常常期待我们的孩子要成为的 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就期待把期望给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于我们给他们很多的压力 以至于我们的亲子关系出了问题 通常我们试图着迫使我们的孩子选择我们的模样 选择我们的模式 选择我们想要他们成为的样子 借着这一节经文 让我们父母每一个父母都有一个很好的思考 我们对孩子的愿望 跟主对孩子的命定 是否是一致 是否是完全一样的 也求神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的里面 可能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愿望 期望 期待 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正确的一个属灵的观念